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真的好magic 像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很安静 然后 但是又有很多的风 我觉得可能就是跟爱情一样 就是又安静 又凭汐水畅调 但是又有很刺激的东西 像风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很适合 因为我感觉 它就是不让我们 真的感受到 像是 深谱 随了 我们也很感情 我们也会找爱 我们也会感情 我们也会感情好 好 我跟大家感受到最后 感受到最后 你好啊黄克星 其实对于婚礼我期待了很多 也焦虑了很多 像我这样的重度完美主义患者 每天都在脑子里面 一遍遍的思考 还有哪个细节没有准备好 甚至婚礼前两周 才临时决定换到这个venue 但真的到了这一刻 眼前站着你 身旁还有通过手机屏幕 有我们最最亲近的家人 和所有朋友们的分享和见证 我想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就算现在下起了一点小雨 也没有关系 耶 我应该算是黄克星和盛开的共同朋友 因为我相当于是同一时间认识他们的 就是首先很开心也很荣幸能够参加你们的婚礼 然后在这么特别的地方目睹你们进入人生的新的阶段 但我觉得这是 我觉得这至少是我参加的 就是最酷的 最美 最呆思的婚礼 你好 盛开 这些年和你相识相恋 用两个字来总结 就是神奇 一系列的极小概率事件 使我们有机会 开始对方产生好奇 而之后立马开始长达两年的疫情 又让我们24小时关在一个小房间里 我们迅速地产生深度的连接 就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俩的时候 黄克星给我留下的初印象 是一个不苟言笑 比较严肃 好像对学术很认真很执着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公园 在中国语言之中 开心意义 开心意义 盛开呢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阳光 很直爽 对自己的生活和人生都非常有规划的人 后来慢慢走进他的内心后 我发现他其实又特别敏感和脆弱的一面 是跟你在一起的时间越久 我又不禁感叹 世界上怎么会有跟我如何伺合 如此伺合的第二个人 是因为笃定我们的爱情和友情 不只是一时心动的火树银花 更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每一个品材 但又温暖的闪闪发光的瞬间 很幸运地能够遇到你 因为你是个对生活很敏感 而且情感密度很高的人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感觉我总能够停下来 提醒自己是个有感知的动物 去感受世界活在当下 我觉得你就是很独特 很独特 很不一样 很荒唐 所以我很幸运能找到一个跟我一样荒唐的人 HumoxCHihi 有点 hotels 是荒唐开心� pod 需荒唐才开心 免于荒唐 怎么样 不好 泡 运会渡过所有东西好不好 也有所谓都好啦 好 我 об 远千里陪我们来到Josher去实现我们梦想中的婚礼 也就是只有你们这样的朋友愿意跟我们一起折叹 一起参与见证我们人生中最重要也最幸福的一天 所以呢谢谢大家 这个风声还挺好听的 你们就回来了 仅仅会来的 与此同时呢两位新人的家人和朋友也在远程观看这个Ceremony 让我们欢迎他们的家人 什么感受 想爸爸慢慢 就是有很多话想和他们说 和他们能来的就最让人最好 但我觉得这个幸福肯定是取出这种方式 可至少知道一些想的 亲爱的开开 在你即将与柯欣携手走入婚礼 这几天我们翻开了你一路成长的照片 一针针画面仿佛就在昨天 亲爱的儿子 明天你要结婚了 在爸妈心里 感觉时间还仿佛停留在你小时候 爸妈妈一生何其幸运有这样的两个好儿子 感谢您成长为我们为人父母最想看到的孩子的模样 永远在大洋彼岸办公里 虽然爸妈妈没有到现场去参加 但是爸妈妈把最真挚的嘱托和祝福送给你们 幸福快乐 百年好后 通信不天下 真可惜你们还要外公阿婆 此刻不能来到我的身边分享我的喜悦 可我知道你们的心在这儿 我们对你们的挂念也在这儿 你知道我平时工作是做药物研发的 药物研发中有十万一种药物分子 都在寻觅能够结合最紧密的那唯一的蛋白质 从这个角度想 我就是其中一个在四处游动的药物分子 游动了二十五年 总是让我们找到了亲和力极高的你 这个蛋白质能够接纳我们 我们俩分子和蛋白质的结合 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合二为一 更重要的是我们改变了自己的结构 来一起完成一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 我就是觉得我们的感情是精神上的共振 是非常纯粗非常原始的爱情 你认真了我我也认真了你 非常简单 多数的时候我都现实而悲观地觉得 所有关于永恒的承诺都是轻飘飘的 没有意义的 但唯独对你 我有信心承诺 并愿意用我的一辈子去实现 陪你一起没有后顾之忧的 自由的去探索这个只有一趟的人生 就像你一直为我做的那样 所以感谢26年前我哥就抢了 今天从我妈肚子出来 然后让我碰上了这么好的爸爸 专业之间就探索婚姻的电脑 就是真心的祝福 也真心为我哥找到对面 新疆盛开 新疆克星 你们都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 祝福你们的爱情能够在岁月的洗礼中 更加坚定盛开绽放 所以说这么多 我其实最想对你说的话就是 你就是我的蛋白质 还是因为蛋白质是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是我生存的基石 让我能够更好地看到 听到 闻到 让我更有能力一直思考感受 拥抱世界的所有体验 所以感谢你给了我这么多 让我拥有的底气去一起面对这个世界 当要和你一起携手同行共度一生 我就迫不自带地希望一生才是个更快的地方 更是因为有你 我就不再害怕未来的不确定 不再恐惧生活的琐碎 是因为你让我感受到我就算不完美 也只得被爱 在昨天 今天和未来的每一天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 且亮你 尊重你 爱你 我们今天在风雨中使下的誓言 希望你们的爱情也能经济这与风雨的考虑 朋友和家人 我单方面代表大家宣布 盛开和黄歌卿正式结为夫妻 让我们掌声祝福他们 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大但是有你都很自然 我们以后的生活都可以是这种感觉 有一个人 这个人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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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死亡 有人感觉 这个人感觉 感谢观看